不是刚才说到五八同城吗 你去测试过 因为今天目标又是五八同城 你说说有什么 下一个PPT上有展示给你看一下 还有PPT 什么时候做的 我先说一下吧 这个漏洞是我10年的 不是10年 12年10月份左右找着的 但是就是很可惜的是 我前两天节目组通知我说 我去看的时候这漏洞还在 所以说你们经常没有改这个东西 还在呢 这漏洞 一直还在 来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蜗牛说光影 今天这期求职者 是一个神秘的黑客 说到黑客 中国人应该还都比较陌生 就像主持人说的 黑客呢是比较正义的 骇客是钻漏洞的 那么今天这位求职者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黑客的工作又会有多少工资呢 跟着蜗牛一起看吧 你好 应接吗 应接是应接本科 应接本科 怎么刚才上来之后就五六年的实战经验了 因为网络安全这个实战 他跟工作 这不是工作经验 他就是因为做安全这个 就从高中开始 对从高中开始 就对网络有兴趣 对对对 一直在做这方面 网络安全不就是黑客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黑客是个中性词 而且黑客是有自己的原则 对对对对 而且他不强调攻击性 他强调是补救 他强调是搭线我理解对吧 对 黑客和骇客不一样 对对对对 这我觉得商量特别专业 还可以吧 可以 你跟大家说 黑客和骇客 黑客的最 黑客的英文从美国这边发展过来 最初的精神就是在计算机行业里面 一些技术特别高超的人 他们执着于就是对一种技术的特别 就精神的精神 特别钻的一种精神 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的这个词 对 所以说然后传传就不是英文是 HHSKER 黑客嘛 然后大家传去传成 骇客 然后就是骇人提供那个骇客 这个就是一些 比如说可能有这方面的技术 但是他就是兴术不振啊 然后怎么着 就想去比如搞一些网站啊 然后怎么着 去谋一些 去盗人的一些信息 然后把这叫骇客 但是骇客跟黑客离得比较近嘛 大家就是 可能因为不是特别对互联网了解 或者这方面 大家就把黑客来上慢慢就哄了 那这你干的事是什么呀 就是你悄悄的潜入人家后台 没有 从我我就做就近五六年吧 第一个从来没有对王警警告过 第二个也从来没有公安就来找过我 然后怎么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 就是被抓了嘛 然后怎么着 但你没有找 是因为你的技术高超 他们抓不着 不是我我不是因为技术高超 第一个就是 因为特别大的网站 然后怎么着 我从来不进 然后怎么着 我不是因为技术 因为有备案的 那你这大的网站 你不进的话 我这么说吧 你怎么有 你听人说 你进去过他们那吗 无限 不是不是 百行网做的特别好 然后测过一点点吧 没有测出漏洞 包括服务器上的和 web这方面的没有 没有测出漏洞 没有特别 因为我没有专业测过 但是五八同城的转业测过 对对对 我是要问你们这个问题 其实在做网络安全的人 其实有个圈子 对 他们在测不同网站里边的漏洞 然后他们会通知这个 相互相互的这个安全人员 说你们网站有什么漏洞 有什么漏洞 黑核测试 我叫黑核测试 黑核测试 黑核测试 那稍等别别别别着急 不是刚才说到五八同城吗 你去测试过 因为今天目标又是五八同城 你说说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漏洞 我那个下一个那个PPT呢 有展示给你看一下 还有PPT呢 什么时候做的 什么时候做的 我先说一下吧 这个漏洞是我10年的 不是10年 12年10月份左右找着的 但是就是很可惜的是 我前两天 节目组通知我说 我去看的时候 这漏洞还在 所以说你们经常没有改这个东西 还在呢 这是什么玩儿啊 这是做一个加密软件的 一个原理介绍 那哪儿的五八的漏洞呢 后面PPT不是一张吗 好 过去吧 反正都看不懂 这是我做的搜索引擎的 一个界面 好 过 这是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 我通过搜索引擎的结果 都过 赶紧 我就想看一下 五八的漏洞在哪儿呢 这是什么呀 五八某一个 某一个模块的后材管理系统 登陆界面 你上去了 你进去的是吧 那肯定不能进去 我进去 你在说明 你这这么大一战 你要比我进去 你说明肯定 首先这个页面 正常来讲呢 我想你肯定知道 这是你们管理员用的 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找着你们的页面 你也不允许外面人找着这页面 对于我们如果做黑核测试的人来说 第一步就是通过前来的 一些比如 Sake注入啊 或者一些东西 通过储具库 找你的用户名和管理密码 第二步我们接下来 就是找你这个管理后台 如果找着这个管理后台的话 用户密码直接进去在你 后面再走 你的整个服气就有可能昂花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漏洞啊 这绝对是一个漏洞 木炎 是一个漏洞 是一个漏洞 你先放心不说啊 进入操作系统了 是漏洞 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就是面对这样的专业人士 人家说咱们就在这听 顶多随着他的说 我们假装听懂了 还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百合 一个后台管理的东西 我们有些管理员 他需要在家工作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也需要向外网 以某种方式进行开放的 这个并不奇怪 一般都是有VPN介入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页面的URL地址 一定是你的管理员知道的 普通用户是 就是通过正常的 就是一些工房软件测的话 你都正常像你们这么大的网 这应该都是被他测不到 但是我用手就把它测出来了 这个 那你怎么测的 这个 说了解 这就是经验问题 然后 还是无法进入这个系统 那肯定 如果我能进到 我那说明58从里做的太烂了 咱俩 58这么大的网 安全在网上肯定很重视的 所以说能找到这么一论 也算一点小小漏洞 一点提示 还在呢 这漏洞 还在 12年10月去了就有 10月份 因为那时候 58在吉林那边过来 在吉大开着招兵会嘛 是的 吉大开招兵会 我的简单也通过筛选 但是因为我是攻纳的嘛 吉林那边攻纳的 然后后来我们学有课 然后怎么着 没去复制 对对 去不上 然后你们那个有开通那个微博 然后我就给你们 不停的发 我说 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 但是你们没人理我呀 没人理你 你把他们轰塌了 不完了吗 你的技术 让他瘫痪 让他瘫痪 这就是黑客的职业精神 我真的不认为 非你莫属的这个平台 可以招特别技术的人员 因为可能不利于他呢 不利于专业人的问问题 不利于专业的回答 段东是 段东是HR的高手 但是他可能不是 互联网技术的高手 所以各位 不懂装懂的 赶紧走 好吧 就王欣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初始判断 不懂装懂的赶紧走 好吧 那个谁 我肯定能走啊 因为我们这业务都是外包的 是是是 对 不懂装懂 走 我觉得我 其实我的黑客 我也做过的 我可以爆料一下 在没有互联网 拿转盘这个时代 我曾经编过一个小程序 那时候是苹果2 用苹果2 就是 你插转盘的时候 他会注留在你的那层里 你插第二转盘 这个程序就存在另外一个转盘里 来营销 你说你做营销专业 来策划 你说策划者 来一个有发明的 你说你小时候是小小发明家 跳舞的 跳舞的你说你是 清华舞蹈队的 来一个会唱歌的 你是清华合唱队 所以我没有说合唱队 来一个海归 你说你曾经留学美国 来一个旅行团走丢过的 你来一个丢过这个 来一个旅行团走丢过的 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小孩 但是你不能不成 这个小孩现在在长大了之后 是中国最讨厌的成人 我回忆一下 来 12位12位12位 王欣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 我有一个兴趣的问题 因为我看你这个网络安全 对企业来说 一般还是侧重于这个防守 但我看你这个兴奋点 是为自由而战 你是喜欢攻 这个我就是想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工的 如果你不懂工的话 你没办法去防 你最后的目的呢 目的肯定是为了防 但是王欣啊 不带这么写简历的 王欣 你为自己而战 他写的是为自己而战 不是为邪而战 为自己而战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 因为很多时候 那个招黑客 或者招那个技术能力 特别强人 他就是得首先 会懂得去找扣子 他才知道怎么去防范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遇到过 我这样的人 好 来 二位先做机 出始判断嘛 出始判 不懂得赶紧走 好吗 去或者留 王欣 选择 可以看出在场的老板们 对这个黑客人才 还是很珍惜的 毕竟这个互联网 发达的时代 做好网络安全 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种黑客人才 也是很稀缺的 不知道在场的老板们 会有几位留灯呢 厂上现在还有六位 这个位 来 来 追风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职业 你这个学的专业 还有你刚才展示的东西 其实很适合游戏行业 因为你做这个你应该知道 其实游戏行业的这个黑客 和防黑客 当然我们是防黑客了 这个整个产业链非常长 这个黑色交易也很大 我们公司就有 接近40个人的安全团队 就防止各种黑客 对 那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做没做过游戏外挂 第二个的话 没做过 这个我先回答你吧 没有做过游戏外挂 关注过吗 当然关注过 当然关注过 那么你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评价一下 就是各个游戏公司 它的防外挂的 或者是防侵入的这些 现在的水平 和提升的空间 我先说反游戏外挂这一块 游戏外挂它主要的原理 就是因为你们的游戏 因为你们游戏的运作的时候 有大量的数据包要传送 但是你们的加密的话 你的数据量因为会大 而对你的网络造成拥赛 或者一些情况 所以说你们的游戏 比如说你打个装备 或怎么着 你整个从头到脚的装备 不可能所有的装备 都进行给它加密 你只有一部分关键信息进行加密 有一部分不加密 那游戏外挂呢 就是在客户端进行对你的测试 一个点一个点测试 把你没有加密的东西 然后通过改你的数据包的数据 然后再传到你服务器中得到 这是游戏外挂的一个原理 你的防范的话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游戏公司 就是最好的防范 我就觉得你们要把所有的加密算法 因为你们不能用一种加密算法去加密 把所有的加密算法 要平衡运动到你们的所有的装备生 这样的话在网络传 就是必须在网络 就是在网络传送 和你的数据直接找一个平衡点 说的太好了 我全都听懂了 对游戏公司有兴趣吗 这是巨人网络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你做网站的安全 更有挑战性 因为这个大家的利益产业链太大 有兴趣吗 兴趣是有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在北京的话 我会考虑 只考虑在北京 就是目前情况下 因为我的所有都拿过 所有东西都拿到北京了 你所有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都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之前在北京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 因为我之前 没有 总可以买 可以放 老师啊 是不是在这个城市 有让你牵挂的小方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 就是想考虑在北京 如果薪资方面的话 我因为之前 像海南 广州啊 还有包括国安的一些 找我 薪资方面 我拿过的东西 应该还有别的一些 就是跟我同学 房子也租好了吗 在北京 跟我同学合租的 跟男生合租 男生男生男生 跟男生合租 房子也租好了 房租交到十月份了 所以说西方要吃 其实我请注意 他的第一意向还是北京 那些行李还是丢弃不了 没有没有 优先选择北京 优先选择 对优先选择北京 但是咱别把自己的路堵死 对对对 是吧 六位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选到王新的手里 选择 一家离开 来 前锋 巨人 巨人网络的话 给你提供的一个职位 是游戏安全研究院的 软件安全工程师 这样的一个职位 对 他的主要工作的话 就是制作一些 游戏的反外观系统 我们的优势的话 这个我再说一下 我们的优势的话 就是薪资比较高 因为确实是 因为这个部门也是归我管 这个非常难招 前锋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在上海 对 为什么我会非常珍惜你这个人 因为我这个部门给我管 我们需要招三个人 已经招了三个月 到现在一个都招不到 这个不是薪资的问题 确实是人才能的 我可以说 当然了 你们招不到人是不是 是啊 我下面有两个 就是我跟你说两个 你可以介意一下吗 不好意思 激动 全激动 你这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 都是团队 还是 如果是你才能说的话 可以在这个 微博上给我留言 把简历发给我 好 断动 58同城 我们这个职位是网络安全工程师 58的流量非常大的 你的工作直接体现你为用户解决什么问题 在商业服务方面的价值 网络安全工程师来自58同城 来谈钱不上感情 基本薪资加补贴的话 这个实习期应该是在一万转有 就同城那边 我们提供的这个网络安全工程师的这个职位呢 月薪是8000 然后加上季度的奖金 年薪应该在10万11万的样子 王欣最后啊 还是如愿的进入了梦想的企业 也恭喜58的老板 获得了这个人才 希望小哥哥在58好好帮助老板 修补这个漏洞吧 不知道看完节目的你 对黑客这个职业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蜗牛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